台湾的工研院以及资策会相继宣布 禁止内部员工使用华为的手机跟电脑 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 对于这类出于政治目的 破坏两岸正常的经贸合作的做法 我们坚决反对 因为它不仅损害大陆企业的利益 也严重损害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这种做法 那么迎合外国某些势力 干当外人的棋子 是不得人心的